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我是一梯 今天的影片呢,我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下我在一个叫做口海的网站买到的东西 那什么是口海呢?我来跟你们分享一下吧 据我所知,口海它是一个跨境的电商平台 那就好像是YesStyle或者是淘宝一样 上面会有各大的品牌商或者是不一样的品牌商在上面卖东西 那你可以上去他们的网站购买或者是下载他们的APP购买 都是同一样的名字,我会把他们的连接跟名字都写在下面 那我个人是下载他们的APP买的,因为会比较方便 当你点开他们的APP的时候,你会在上面看到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例如说,有零食啊,美妆啊,家具啊,潮流服饰啊,保健品啊,或者是他们各自的推荐都有 他们的版面看起来是非常像淘宝的,还有他们的品类的东西也是非常多的 那这一次也是他们跟我合作的,所以呢非常感谢他们的合作 他们让我在他们的网站上面挑了一些我自己个人喜欢的东西来跟你们分享一下 那我们话多多说就立刻进去我们今天的影片吧 那我这一次在他们的网站上面挑了七样东西来跟你们分享一下 然后头四样的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东西,你们来猜一下它是什么 然后就是,这四个啦,我给你们三秒钟的时间来猜一下 它是一样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三二一,猜对了没,它就是眼影盘 有没有觉得他们很梦幻,很可爱 其实这一个牌子是我第一次听说的 也是在他们家第一次看到的叫做Novo的品牌 其实我是一个不怎么喜欢画眼影的女生 我就是比较喜欢素素的眼影 但是有时候就是想要画的时候就没有 我在他们的网站上面看到这四个眼影盘的时候 就被他们深深的吸引住了 因为他们真的很可爱 然后我一下子就买,把四个眼影盘都买回来了 如果我没有寄托的话,他们每一个眼影盘只需要八块多 所以呢,我就觉得很划算 我就一下子把四个都买回来了 然后呢,他们四个颜色 里面的眼影盘的颜色都是不一样 还有他们的名字也是不一样 你说,天哪,好可爱 然后这就是狐狸少女 然后就可以很可爱的一个小女生在上面 然后这个是森林精灵 我一开始没有打算要买这一个 是因为我觉得他们 它里面的颜色不会是我经常会用到的颜色 但是既然都把其他三个都买回来了 那就是一定要把四套全部都集中在一起 然后呢,它就是森林精灵 然后呢,这一个很漂亮 它叫做天使的泪 它就有一个小女孩在祈祷的一个封面 然后呢,这一个是冒险的梦也是很漂亮 然后呢,我来给你们打开一下 看一下他们里面的色号吧 那我们就来先从冒险的梦打开吧 当你打开它里面还是一样 有很可爱的小女生在里面 然后当你打开他们的眼影盘 你就会看到他们的颜色真的很漂亮 所以冒险的梦给我的一种感觉 就是一个会蛮经常用到的 就是圣诞节妆容啊 或者是秋冬的一些妆容都会用得到 它比较是像红色啊,棕色 比较大地色系的一点点 然后他们每一个眼影盘里面都会有 两三个会闪闪发亮的颜色 他们就是很适合秋冬的妆容 还有一些节日的妆容 所以呢,我觉得这一个冒险的梦 如果你是想要画一些比较圣诞节 或者是新年一点的眼影 这一个我觉得蛮不错的 然后呢,接下来狐狸少女 它是我目前觉得最像是一个 DK里面有一个很红的Nude Palette 它的颜色色系跟他们的Nude Palette 非常相似 然后它就是狐狸少女 然后它这一个眼影盘里面 它的色系都是非常的 Neutral 就是自然 还有就是这些粉粉红红大地色系的 就是很适合每天都画的一些妆容 然后呢,无论你画哪一个颜色叠在一起 都是蛮好看的 所以呢,今天我也是画 用它们的眼影盘来做我的眼妆 然后呢,我用的是这一个 待会介绍的森林精灵 我就觉得 它们无论是颜色 就算是混乱搭配 都会是一个很好看的一个效果 然后这个就是狐狸少女 非常日常妆容的一个眼影盘 然后接下来这一个眼影盘 就是我今天用来画我眼妆的眼影盘 叫做精灵少女 我觉得这一个是比较适合 夏日一点点的妆容的原因 是因为它里面有黄色跟绿色 这两个颜色 就是让我比较想到是夏日的感觉 但是它其他周边这一些的眼影都是 就是秋天 现在这一个季节是蛮可以用的 所以呢,我今天的眼妆用的是 黄色这一个calorie 然后就是这一个橘色一点点的ideal 然后加这一个金色在那个尾部 看起来整个眼睛就会比较深邃一点 然后眼头我加的是这一个lalabi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 镜头上面会不会看得到我的眼妆 但是我个人觉得它们的粉是非常细腻的 就算是这一些比较 有一些比较是亮晶晶的感觉 它不会说是很粗的粉 它都是非常细腻 然后它的散度也是刚刚好的 然后呢,最后一盘也是我最爱的一盘 就是天使的累拉 因为它真的太漂亮了 它的整个封面做起来真的非常漂亮 然后它的颜色在里面也是比较适合一些秋冬的妆容 或者是比较假热一点点的妆容 就像是圣诞节啊,或者是新年也是 或者是情人节也是可以用的一些颜色 它就是比较深一点点 然后呢,接下来我买的就是这一盒 七枝口红的口红彩礼盒 它有七种不同的颜色在里面 我一开始以为它是那种full size的 就是不是这样迷你版的 但是它买来是七枝不一样的颜色 还有呢,它这边是七天随心搭 然后,变和变潮咖 我不太知道 但是它的定义就是 你一天可以换一个颜色 或者是一个星期每个颜色都不一样 然后呢,它是一个很小的一支唇膏 你看,它真的跟我手心一样小 然后呢,它的颜色也是 我觉得它的颜色蛮漂亮 但是我用过了一支 之后,我觉得不太适合我的嘴唇 因为我的嘴唇是偏干的嘛 它这边是 润彩吗 对,它是润彩 我还以为它是蛮滋润的 但是它涂上去的时候 效果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好 因为它比较干 然后它上色在我水唇干的部分 就会全部都卡在一起 但是,我来给你们刷一下色吧 我觉得它们的颜色都是蛮好看的 我从第一支Monday的粉色 牛仔粉来开始给你们刷一下 刷一下颜色 然后这就是 它现在刷在手上的时候 我看到它的光泽 其实它是水润的 我擦在手上的时候 我可以看到它水润的感觉 但是涂在我嘴唇上面 就不知道为什么 莫名其妙的就会变得很干 因为我真的是一个 嘴唇非常难搞的女生 就是会一直脱皮 然后一直很干 我使用了很多方法 她们都 就没什么功效 我就只能一直涂那个护唇膏 然后是比较润一点点的唇膏 我才能接受得了 然后呢,这一个是Tuesday的颜色 它是Tangle粉吗 我也不太知道 它就是写着Tangle粉 然后它就是 第二个颜色 我觉得它的色系真的很好看 也很适合每天不一样的妆容 然后呢,Wednesday 它是一个 桑巴菊 然后这个颜色 我觉得它好漂亮喔 每一个画上去的颜色 然后呢,Thursday是 华尔滋红 然后我也 根据每一个星期 它是会越来越红 越来越红 然后到了周末 你就会红到 不行 然后它就是 华尔滋红 它的红真的很漂亮 我这样刷在手上 就很想立刻把它刷在我的嘴唇上面 然后呢,Friday 它是波尔多子 我刷在这下面 哇哦 好漂亮喔 我觉得它们的颜色 然后呢,接下来 这一次是 Saturday的爵士红 它也是 很漂亮的一个颜色 哇哦 它涂上来真的 不知道你们会看到 我手有点怪怪的 我不是没装博主 所以呢 我都不知道有时候 手要怎么放 要这样放 你们还看到吗 这样放吗 随便啦 然后呢,Sunday 它是菲拉明 菲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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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字我不会读 糗了 然后呢,它就是菲拉明 我会把它们的名字都打在下面 所以呢 如果我读错了 真的不好意思 哇哦 它是一个菲拉明的颜色 真的 你们看得到吗 来,我换一个角度 这样 这样 这样会不会看到 看到吧 然后它们这就是 Monday到Sunday的颜色 我觉得 我目前看起来 这样真的蛮水润的 要不我直接现在就 试一支来看一下 那我就是 涂Sunday吧 我觉得它的颜色很好看 那我现在嘴唇上面涂的 这一个颜色 就是Sunday的菲拉明 我觉得 我现在这一个涂法 就是先把护唇膏涂在底下 然后再等了两个分钟 然后再把这一个护唇膏涂在上面 之后它就是没有那么的 卡卡的或者是那么干 所以呢 我有这一个方法 我才能用到这支唇膏 但是我觉得 它们的颜色真的 全部都是蛮好看的 在这边 所以呢 一个星期换 一天换一个颜色 然后一个星期不一样的颜色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然后接下来 两样东西都是一样的东西 然后呢 我最近特别的迷恋买靴子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我上一支字评 就是 我比较是萝卜腿嘛 所以呢 靴子的 就是高帮的长度 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所以呢 如果你没有看那一支视频的话 你可以去看一下 因为真的蛮有趣的 然后呢 这次我也买了两双靴子 因为我最近真的是一个靴子控 就是不停的在寻找很好看的靴子 然后呢 这一个是 在口海上 也是在口海上面买的 也是叫做Daphne的一个牌子 我 印象中我有听说 就听说过这个牌子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在哪里听说过 然后它就是 第一双是Daphne的牌子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它是一双 最近非常流行颜色 颜色非常流行的高帮靴 就是这一种 就是比较大地色 细一点点的靴子 我觉得它的颜色 它真的很好看 还有它的高度 不会说太高 之前我买的都是 嗯 非常高的 因为我觉得 那样会比较拉长你的腿线 但是这一双它只有矮的 所以呢 我就也买 也买了回来试一下 然后它的 真的非常的 滑顺 然后它的 它是漆皮吧 我觉得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漆皮 但是它的价格是 45块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然后它是方头的 我越来越觉得 最近 都那么流行尖头的人 因为 我看到很多就是 马丁靴啊 或者是短靴 或者是 就是高筒 都是比较 像是这种 圆头的 但是之前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都是尖头的 所以呢 它最近又是 比较 走回圆头的 嗯 潮流 所以呢 我也是买了这一种 比较圆圆的 所以呢 这就是第一双 然后我们接下来说完两双 才来试穿吧 然后呢 第二双 我是 它是一家叫做 Urban Revival 这一家我没有听过 所以 但是它的 价钱 跟那一个 Daphne的价钱 也是 差不多的 然后呢 它是 这一种 襪子的靴子 所以呢 它就是 真正正正正的 襪子靴子 因为它这边 全都是一个 它不是漆皮 它是 布料吗 它整个都是布料 然后它有一个非常 粗的根 我把两双都拿出来 看一下 它们的包装真的很漂亮 它有给你这个 纱布 然后还有给你这一个 怎么去保养鞋子的一个 信件 然后呢 它一双就是长这样子的 这一双 我买的是尖头 我以为它没有那么尖 但是它买回来的时候是 非常的尖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适合 这一种的靴子 但是它的 方的服贴程度 也是我喜欢的 然后它这一边 不用拉拉链 然后 虽然它是 比较 嗯 布料一点点 你会觉得 会不会就是 很容易滑出来 但是我觉得 它的布料还蛮坚挺的 然后这边都是 蛮坚挺的 那我们现在就来试穿一下 这两双 靴子上腿之后的效果吧 那这就是第一双 靴子上脚的感觉啦 我觉得这一双还蛮好看的 虽然它的根不是很高 但是并没有显得我的腿 特别的粗的感觉 然后它的颜色也是蛮好看的 我唯一不喜欢的一点就是 我已经买了36号最小的了 但是它还是有一点点的大 但是除了这样之外 它整个鞋子都是蛮舒服 还蛮好看的 我觉得这一双也不错 这是最后一双靴子上腿的效果啦 我个人觉得这一双靴子真的显得 我小腿非常的纤细 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呢 虽然它是这边全都是布料的嘛 但是它不会说 一点都不闻 或者是脚会冲出来的感觉 它是非常服贴 还有非常的紧贴我的腿部 然后呢它的高跟也是蛮好看的 虽然呢它的头有一点点太尖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整体穿起来还是蛮好看的 然后呢我唯一一个不喜欢的地方就是 当你走久了的时候 这边会有一点点的滑下来的感觉 就是没有那么的顺 就是这边有一个 我也不知道是我腿型不对还是怎样 但是它们这边就是有一点点滑下来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 这一双靴子真的很好看的 显得我腿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莫名其妙的 很细 然后就是很服贴 我觉得 这种还蛮不错的 那这一些就是我这一次在 口海上面买到的一些物品来跟你们分享啦 真的非常感谢他们这一次的合作 还有呢我真的觉得他们的网站有很多 不一样的东西 特别是零食 我看到他们的零食区有一大堆 我下一次一定会买很多很多的零食 然后跟你们分享 那这支影片就先这样咯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请给我一个赞跟一些正能量 还有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我在未来还有很多好看的视频 想要跟你们分享 还有呢如果你想要跟我当一个朋友的话 我的IG会在这边 那就是先这样咯 我们下一次视频再见吧 拜拜